咱们今天解读这幅名画 这位母亲就是画家本人 她没有像其他的画一样 罗路着身体 只是罗路着右臂 这是她的孩子 这位画家是谁呢 这位画家就是 伊丽莎白路易斯维瑞 伊丽莎白路易斯维瑞 这是画家和她的女儿像 看起来很像温馨 很可爱对不对 有母亲的温柔 女儿轻易地抱着母亲 但是你看她的眼睛 是不是有一种因着生活的哀愁 而没办法全心在女儿身上的感觉 没办法全心享受着天伦之乐 这也是很多成年人的悲哀和事实 我们通过这个作者 画家他本人坎坷的一声 就知道这幅画给我们的感觉了 这位画家伊丽莎白路易斯维瑞 他十多岁的时候 几岁的时候就展露出 他的天才天性聪慧 他的父亲甚至说 孩子啊我们家有一个画家 那就是你 但是他十三岁的时候 宠爱他的父亲呢就去世了 母亲对他是非常眼力苛刻的 后来母亲再婚了 和一个珠宝商结婚了 而那个珠宝商呢 是唯利仕途的 他画的钱呢 酬精呢常常被继父给拿走了 为了摆脱继父的监管呢 他和一个长他二十多岁 大他二十多岁的男人结婚了 后来发现这个男人是个毒棍 你看他的生活是不是很坎坷啊 但是呢后来生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可以说是他的安慰 他还有手中的画笔是他的安慰 看起来你说哎呀他还是很幸运呢 他能画画呀 能够排前幽闷呢 还有可爱的小女儿啊 但是事实生活的事实 又不像画面那么美好 有时候啊 画家所画的画 就好像我们的照相一样 照相上面的笑容 有些时候呢也是虚假的 后来呢 他画画赚的钱呢 又被他的丈夫啊 拿出去挥霍了 甚至到后来呢 他的女儿和他也是反目了 所以虽然他是最终 以87岁的高龄告别人士的 但好像他一辈子都很坎坷 都不幸福 他死了以后 墓碑上写着一句话 Here at last I rest 他终于在这里休息了 终于留在这里了 这就是人生啊 劳苦空虚 转眼成空 好了 今天我们解读名画 就分享到这儿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